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29集 夏小兰知道的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初赛在每年的4月份举行 不管是初赛和副赛 都是在大学当地举行 而夏小兰如今参加的竞赛 不惜劳师动众 将各地进入决赛的选手 请到京城来 可见教育部的重视 这就说明你们肩膀上都肩负着使命啊 首届竞赛的影响力大的话 以后啊就能每年都举办了 要夏小兰说 是去年英语正式加入了高考科目 部分文理科都是主考科目 教育部搞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是为了正面宣传 调动广大考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外语系的带队老师 让大家警惕京城外语学院的竞争对手 这学校比综合实力肯定是不如华京京大 但要说语言类嘛 那是全国都拔尖的 专业的调打一群非专业的 不知道咋回事 外语学院只有三个进入决赛的 因为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的都没报名 这也是徐老的意见 林老师的语气轻快 他对徐老也是很尊重的 现在京城外国语学院 共开设有28个语种 英语只是其中的一种 初开英语 也就说进入决赛的三名选手 都是学其他语种的 很好 很强大 不愧是专业老大哥地位 华清大学两名外语系的学生 脸色都变了 夏小兰倒是觉得没什么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本来就是专业的语言类大学 要是其英语专业的也来参赛 其他大学还玩什么玩 也是第一届竞赛 还没有经验呢 以后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会分为ABC第四类 A类是研究生 B类是英语专业的本专科生 C类是非英语专业的本专科生 至于D类 则是体育类和医学类的 大学生参加 就该专业的和专业的取拼 业余的和业余的玩才对呀 现在嘛 各种制度还没完善 81年的时候能考托福了 可在85年 折磨大学生们多年的英语四六级考试 还没面试呢 这次决赛就在京城外国语学院举行 外语学院在西三环和京城师院的距离不超过三公里 夏小兰忍不住问林老师 您知道今年京城师院有学生进入决赛吗 林老师想了想不太确定 好像有一个 哎 贺老师啊 京城师院是不是有一个学生进入决赛 贺老师就是替夏小兰四人开小灶的教授 他慢吞吞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都开一看 是有一个 怎么忽然问起了京城师院了 这种对手 贺教授都不放在眼里的 只有一个 总不会是夏紫玉和王建华 夏小兰记得 这两人英语成绩都不算特别好 这两人是八三年高考的 那时候英语成绩还没有完全计入总分 没什么 我有个老乡在京城师院 夏小兰冲着贺教授腼腆一笑 季江源在闭目养神 脑子却在高速转动 夏小兰问京城师院 应该是顾及着他那个讨厌的未来姐夫 就是上次来华清的小子 叫王建华的那个 王建华是高教司王副司长家的 王司长之前还来过华清大学 王家的风评不太好 上次补习班的事 京城好多人都知道 他倒是想和夏小兰说一说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可夏小兰现在真是和他划清界限 季江源想说也不能说了 如果是那个王建华 确实够讨厌的 季江源也不明白 夏小兰和周成处对象呢 王建华还敢找上门 积极歪歪的 周教官看起来可不好欺负 季江源不喜欢用特权和阶级 将人化为三六九等 但有些人喜欢 他不得不入乡随俗 那要是赵华国的国情 王家是比不上周家的 季江源本人就深有感触 季江源想说话 又意识到 自己如今在夏小兰同学眼里 恐怕也和王建华一样讨厌 他就继续闭着眼睛装睡了 要夏小兰说呀 季江源是想多了 他真正讨厌的还是季雅 季江源是被牵连的 肯定得排在王建华后面 王建华又要排在夏紫裕后面 谁是杀人凶手 谁才是不能被原谅的 校车摇晃着 到了京城外国语学院 还不到早上八点 夏小兰跟着林老师几人 一起吃早饭 这些都不要个人出钱 全是学校承担 想想也是 要让外地的学生 特意来京城参加决赛 还得自掏腰包 买车票都要下退一帮人 出门在外还要吃和住 一般学生也承受不起 9001030 是笔试题 考完笔试才是口试 口试题怎么考 平时也反复在练习了 你们按照正常的水平发挥就行 口试却是练过很久了 也不复杂 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英语字数 就是用英语介绍自己 说说为什么喜欢英语之类的 时间控制在三分钟 第二是故事复述 先听一段音频短文 听完后给一分钟组织语言 和整理思维的时间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复述这个故事 时间要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第三是抽个话题 围绕这个话题阐述自己的观念 就像夏小兰上次复试抽到了环保 这类题目出现的频率很高 这个时间也是五分钟 一个学生的口试部分就要十五分钟左右 全国二百个学生 岂不是要三千分钟 也就是五十个小时 教育部显然早有准备 笔试在十点三十分结束 收卷后马上进行阅卷 最终能走到口语部分的 不过是二十名选手 被淘汰的一百八十名选手 都是此次英语竞赛的三等奖 剩下的二十名选手 电视台就要来录像了 剪辑出表现精彩的 在电视上播放 夏小兰觉得挺有噱头的 就是竞争的过程比较残酷 她觉得被淘汰的一百八十名三等奖 出国当交换生的几率基本为零 怎么着也要闯入口试环节才行啊 夏小兰舒展了一下手指 笔试题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她心里也没底儿的 她念大学那会儿 也就参加过四级考试 后来自学英语是用在工作中 完全没有考过雅思和托福 无从知道自己的水平标准 高考的英语满分不算 对夏小兰来说太简单了